来 师傅 马上停一下 学长 我这么做 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 您好 我来找暖暖 喜欢她在家吗 她不在 那 我方便进去挡吧 有件衣服 今天必须还给她 现在已经不用了 不用了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呀 是不是这件衣服 暖暖她告诉你 你知道她为了这件衣服做了什么事 冒了多大的风险吗 我不知道 这就是你对她好的方式 利用她 让她为你牺牲 风险 牺牲 你把话说清楚 你自己问她 等等 我不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 哪怕一秒钟想要利用过暖暖 你这么诸心的结论 我不接受 再说了 在我看来 一个帮助林嘉宜夺冠 而毁了暖暖出道舞台的人 没有资格批评 是吧 王 学长 你怎么在那儿 这 我发微信给果果说这衣服 你就不用着急还了 楠楠 今天的事情感谢你了 不过 刚才韩 刚才你房东说 你今天冒了很大的风险 是这件衣服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要瞒着我 没事儿 没事儿 真的 就是我跟店里包备的时候 然后走流程出现了一定问题 然后 同事他们误会我说 是我弄丢了 不过 幸好韩车就及时过来 帮我付了个款 然后现在没事了 那这件衣服多少钱 你帮我给他 这个我自己一会儿付给他就行了 你就不用担心 我怎么能让你垫付呢 本来你就是为了帮我 还在店里受了委屈 早知道就不让你跑这一趟了 你上市月搜了 不是好事吗 我为你开心 对了 这个蛋糕送你了 啊 谢谢 你怎么喝上冷水了呀 不过 今天真的谢谢你 我没想到国立能请得动你啊 还有 那个前学长已经转给我了 我转给你了啊 你点说一下 衣服是你偷的吧 不是啊 我是借的 我打算马上还过去的 哎 我们店里的人都这么做 说的是潜规则 潜规则 就是没原则 做了就是错了 不是 你为什么要说得这么难听啊 我今天已经够惨了我 所以你干嘛让自己那么惨呢 因为 学长啊 他 我 不管动机如何 错了就是错了 这是人品的问题 是啊 我 我就是错了嘛 我 我人品有问题 我没办法 我想要帮他 但是我买不起这件衣服嘛 我没钱 我不想学长他变成一个笑话 那 我觉得我们不是朋友 那起码 算是熟人了吧 起码你 你 不会这么说我 不会这么看我 我错了 错了 我那么生气 其实因为他是对的 他的话虽然很难听 却是对的 所谓的潜规则 其实 我都说服不了自己 我最难过的是 他居然是这么看我的 而且 这些竟然都是对的 我怎么就 说得那么难听呢 可放得太多了 只能同身 我怎么在这儿 也好 开小火 不用客气 如果需要很高兴 你不客气 准备去